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热德台仰 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 正向部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节想和大家讲一些 较为严肃一点的话题 大家也知道 中国和美国现在真的可以说得是 其实很多关系 可以说是 已经去到新低点了 关系非常之差 而且 大家的竞争 也都显得 已经从竞争 转变成一种 斗争 我可以这样形容 很多东西 例如在关税上 大家互相 互相架起这个关税 第二就是 不停地在 不同的国家里 拉拢一些不同的盟友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 直追他们的欧美国家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了 已经是太明显了 而且 中国的目标不单只要追赶 而是希望 要令到西方社会食尘 要最抛离他们 抛离西方 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红心勃勃 异欲成为世界技术的领头羊 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 都不容易 所以 所以 有部份的 德国的商家 就看到这一点 有水运的 其实 在中国那去五年 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就说到了 除了 在2025的技术 要领先之外 要用自己的产品 取代进口的产品 抢占外国市场的份额 中国的新经济战略 是力图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 中国很多的企业 已经越来越多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和西方直接竞争 比如 美国的特斯拉 中国有哪一家 有蔚来 蔚来最近就声称 会推出一只 一家 一个型号 逐行里程达1000公里的电动汽车 不单止 买给特斯拉好 不单止 目前蔚来就已经有一个 已经是使用着的解决方案 就是 可以换电 你可以去到换电站换电 而这一件事 是蔚来独有的 这一件事 是其他电动车的公司 没得比的 另外 讲到 中国的智能手机 除了华为之外 华为就 被打压得厉害 但是 除了华为之外 其他公司 澳普 小米 这些公司 在欧洲 当欧洲人心目中 都是非常之受欢迎的 而且 小米 最近在欧洲都开设了他们的新的总部 是很明显的 中国企业 日益 而且高速发展增长 也都是力图成为这个科技 甚至科技强国 根据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 在今年 中国的经济 大约应该会 可以实现到 大概百分之左右的增长 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会这么说的 实不实现到呢 这个就要等明理才知道 德国的商务 也都认为 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 已经一个新的时期 已经到了 他们并不是一个坐在那 就慢慢等运到的发展中国家 而是很主动出击的国家 刚刚成立了八年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蔚来 短短数年间 就从仿造西方的技术 到今天 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领军人物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 中国政府 而且还继续大力推广 中国的技术要崛起 中国 要是很多的领域 力图摆脱 外国的供应商的依赖 要逼自己 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领军人物 当然 这个除了是为了摆脱 美国的制裁之外 中国也都希望能够开拓这个外国的市场 要成为技术标准的定位 中国的新经济计划 对全球经济 是带来非常之严重的冲击的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冲突 令到中国追求技术领先这种态度和愿望 都是比任何时候都尤为强烈的 芯片的供应就被美国切断 华为 中兴等等这些公司 亦都是商计 可以说商计中枪 德国的政府 对拼购高科技企业和限制 也都令到中国的企业 在购买 拼购外国的高科技产品的时候 都是面对种种的困难的 由此可见 中国政府是有需要 要审视他们自己国内 以及如何可以在本土里面 能够提振 甚至乎找出更多的发展机遇 也就是说 中国是会加强在本土 本地的研发上的投资 要将中国的潜能逼出来 在科研支出 这方面 中国其实还是落后的 原来只是占经济产能 占中国整个经济产能 只是占2.2% 而美国占2.8% 德国最高占3.1%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中国是绝对有能力 而且也可以在投资科研领域 可以再推得更高 中国新的五年计划 将会努力地向本国的产品 取代尽口的产品 也就是说 中国不单只要取代 还要令到它的产品 可以推出其他不同的市场 可以推出回头的意思 例如半途体工业 芯片工业这类 软件工程 以及一些机械的设施 这一方面 德国企业 其实将来会有可能 被中国的竞争者取代 另外中国的稳定发展 是可以令到很多德国的企业 带来很大的商机 最简单来说 你和一个政府签的东西 是不会因为换届之后 又当无数的 中国这个政治环境 比很多所谓的民主社会的西方国家 在这方面 是有时间性上面的相对稳定的 一样东西聚焦了下去 就可以贯彻之中 就不像在一些不同的西方社会里面 西方国家里面 可能这一届政府 我们要搞环保 可能去到下一届就不再搞 这个是对很多商人 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 另一样东西 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消费者 购买力不断攀升 他们寻求高价位的消费品 并不是一些普通的 淋审东西 而且也都会持续 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地位 是会持续扩大 而且会越来越稳固 德国的强项 例如汽车和机械工业生产里面 将会面临更多 来自中国的竞争者 另一样东西就是 中国的人面识别技术 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 移动网络建设的中国技术集团 又是成功的领活 通讯网络和世界 和这个所谓的 新系统 新系统 我译它 华为在这方面 和外纳讯和诺基亚 这两个欧洲公司 都可以说是一个很强 可以说是三方顶纳的互相竞争的对手 有些专家说 华为技术 分分钟 本身就强过外纳讯和诺基亚 而且 华为是能够可以继续在技术上投放更多的资源 至于能源设备 德国的生产商 都是一个强项 但是中国企业 已经慢慢爬上来了 例如全球知名的风能 和太阳能这两个范畴里面 很多的企业公司 都是来自中国的 德国的生产商 已经是很多时候 都叫了救命了 甚至乎只能够 数珠一些政治 来帮下手 例如怎么做呢 就是透过指责中国 根本就有补贴 有傾销 所以才占到这个市场 不够中国竞争 意思就是 其实讲到底就是 所以才这么说 还有一件事 中国在这个数字化方面 Digitalize 这行领域 也都是比德国大内相当的商机 在软件这方面 中国是比欧美 都是较为落后的 在这方面 德国的企业 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机会 另外 在机器人生产这方面 中国的计划 就希望可以是 五年之后 满足本地市场 70%的需求 根据另一份 来自深圳一家市场研究 学院的研究 中国生产的机器人 只是占国内的市场 39%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德国企业 都是在这方面 都可以着手的 可以满足 和中国多做这些生意 因为其实 中国的需求 始终都是强大 如果德国企业 可以在这方面 提供到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技术 也都能够可以保持着 德国在这些领域上的优势 因为 只要能够 占到那个市场 中国就会 可以 依靠 甚至乎 和德国可以保持 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德国人 就 中美这种 激烈竞争下 就可以这样看得到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商机来的 就不是说 说死 要靠哪站的 你可以记得到 德国人体势 都 都颇为现实 还有 也都是 我认为 其实都算了 都看得几准的 因为 那个 强烈 中国的发展 强烈欲望 其实 在某个程度上 德国也都可以 从中去帮一把 帮一把之余 又可以保持 自己的竞争休息 所以 有时这些东西 就不是说 两个国家 咬餐死 那是没有好处的 作为这些 德国 欧洲 一般的所说 其实德国都可以 代表欧洲 那样的 因为所有技术 和资金 德国都是负担最多的 从来都是 欧洲这方面 如果抠尽这个机会 就不用了 可以说 在这个夹缝之间 生存 甚至乎 可以壮大 就是欧洲自己的 华语权 是吧 现在就三股势力 可以说是 欧洲 美国 中国 三股势力 互相的竞争 同时 也都是 在这种竞争底下 也可以有良性的发展 和良性的进步 德国人 就看这方面 就真的看得非常现实 就不像是美国 美国现在的情况 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坏的情况 就是 觉得 中国的崛起 会严重地影响了 他们的所谓的 民主自由的基石 说这个威权主义的崛起 会可能侵蚀 他们的最根本的价值 事实上 事实上是 从来都没有侵蚀到的 而是 美国到现在为止 某个程度上 都是说是最厉害的 你说将来 中国会不会追过美国呢 我认为是一定会追过的 只不过就算追过了 会不会影响 你们美国的核心价值呢 就是你所说的 民主自由呢 我认为是绝对不会的 因为大家 两个不同的体系 两个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政治环境 没有计算 我觉得是 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也不是说 没有合作空间的 如果在政治 影响了其他的方面 反而就对美国 对中国 大家都没有好处了 是吧 那好了 这节就说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回来说其他话题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